我车胎就是5分钟不到就修好了 这里是185节 我总计的是195节 结果我在那里往左转 结果走到200多节 才发现这个好像不太对 然后又做了个油腿 然后再往回走 结果是发现在185节 我将近有一年多没有胎被扎破了 所以说我一下子忘了这个地方 其实上次路过 就是走那个 走那个Midland那边 路过是说过一次 说过一次我也给忘了 我也给忘了 然后这一次给记住了 185节 这有个高尔夫的加油站 现在因为在City生活 扎破胎这是很经常发生的事 所以说修胎这个地方得记住了 大概离我住的地儿有五脉多 然后开过去20分钟 除非你的胎是完全瘪了 不能走了 需要就近去补 然后一般情况下 能走的话就尽量走过来 走过来 就是那种 有风炮补胎和一个什么补胎来着 反正你就看着吧 你就看哪个便宜吧 一个是10块钱 便宜的10块钱 贵的是15还是50 我没听清楚 他说那单词 一个Amigo 然后我就说便宜的 10 dollar的 然后给了他2块钱小费 就这样20%了 已经不错了 是吧 以前我都会给个四五块 现在不是没钱了吗 所以说也不能太夸张 然后补完胎了 现在就继续走local 然后去长岛干活了 我发现我的袖子也破了个洞 怎么回事 现在所有的衣服 什么东西都破了洞了 然后搬到法拉圣来了 就是交通 然后补胎 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问题 我现在也遇到麻烦了 因为在长岛的话 你没事 你中午就可以回家 你可以自己做个饭 吃个饭 路过超市 但是在这儿 虽然去超市方便 走路也就 10分钟 但是你没时间做 是吧 早上七八点八九点九十点 你就得上班 上班的话 基本上一天都是在长岛 都在路上 你就没有在长岛住那么方便 那么方便去做了 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有个麻烦了 你说你怎么不在家里坐好了带过去呢 问题是 哎呀现在刚住进去 你一下子弄的这个晚上八九点以后啊 都做饭的话 就怕影响到别人 你知道吗 这个所以说这个设计是难事 如果以后混熟了是吧 你晚上八九点做一做饭也不算晚 其实八九点做饭也不算晚 是经常我经常九十点十一点做饭 也没有人说啥 但是哎呀你刚住进来也不好弄得太夸张 加上这两个这两个哥们吧 不是两个哥们 就是这两口子吧 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刚开始租这个单元 就是租这一层的话 是不是被没有和房东商量好 因为发现他那个那个不知道电煤气 什么都不包你知道吧 应该说说实话租一层的话 这应该都包括的呀 是吧 我现在煤气水我不知道包不包 我忘了我下回得问一问 他电不包煤气不包暖气也不包 网络也不包 哇擦那这一栋楼租的 那这这这个单元租的就比较比较那个一点 比较恶心一点 像像他做二房东 像我们我我们在租这个二房东的房子的话 我们这个就是什么都包括 我们还是那个省一点心 是吧 其实说白了在美国 你如果是想方便一点的话 租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买房子的话有两种情况 一种你要你要养孩子 是吧 你小孩子你闹腾啊 很多人租房子都不愿租给带小孩子的 即使你们家有小孩子 一下子给看 看 看导航给看看看看忘了 啊 啊 我看一下你等我一下啊 不不着急不着急哎 这个就 走楼口这个路况比较复杂啊 所以说这个事你呃 就是哦买房子对对对 一下子蒙逼了我猜 就是买房子有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孩子 因为有孩子你要买个学区房 或者租个学区房 啊 第二个就是那个买房子 就是你就你就得买一种房子嘛 在美国中国人 对吧 结婚 不管结婚还是干嘛 你得买栋房子吧 你得有有栋房子吧 是吧 但是这个房子最好不要是house 啊 因为house大部分都几十年了很旧了 然后你你你住进去你你一下子不不懂不懂了里面的道道 很容易吃亏 是吧 到时候哪又坏了水管又爆了 这个地板又什么开裂了 哪又漏了呀 那的翻修 哎呦 你这翻修又花很多钱 是吧 是买 买 买 买house也是那个 所以说最好的还是买一个公寓楼 是吧 小产 小小 小产权房也 也ok 这东西 都行的 要不然的话 除了这这两种情况之外呢 哎呀 你说这路破的我都都不行了我 哎呦天啊 然后你除了这除了这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租房子最好选择 当然了 我觉得混个二十年你最少手里面得有两三栋房产啊 基本上你靠收租你也能你就靠收租生活就就就就行了是吧 当个包猪婆包猪公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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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看看啊这个是我这个地方我还不是我看这个电在哪电在有电在北方大道上那地方不好停车不去了不去了 这个钱我就不赚了啊继续聊天继续聊天啊那个不着急慢慢来单子有的事啊 啊有的事啊 然后然后这是房子问题啊吃对不是房子问题吃吃饭问题 所以说那个晚上做饭又不行早上吧又得早早的出车 现在我现在正在也是刚搬回来不久 所以说也得调整你的时间 首先调整你的这个作息的习惯要和和这个住客这个是稍微 配合好或者磨合好是吧 大家都是出来这个是吧生活的没必要有一点小事就就 就对吧一个小事尽尽计较这种事就划不来啊 就是能能能能够配合好 让一让吃吃点小亏无所谓这东西 哎呀所以说现在我现在如果是排除了做饭这个选项的话呢 那么就是哎又给我发单子了发单子了这个单子在哪儿 shake shake 送送饮料的 这个也是去办公楼算了也就是办公楼啊公寓楼啊 医院学校这些工厂商业区这地方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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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去啊 是吧要么你就不好停车要么你找你找一个人的时间 都都赶上接一个单子的时间了 你你都都纯粹浪费时间 加上你这个钱如果是就是不到10块钱的话 这都是亏的我就觉得不爽影响心情干这活就是很影响心情 哎呀 所以说这个也我我也不接了 嗯还是说到做饭啊做饭不行的话我就在外面吃在外面吃的话 吃汉堡五六块钱五六块钱两个汉堡 或者是吃一个那种清蒸的炒饭 清蒸的不是炒 不是炒饭反正就是那种哈拉富的嘛 是知道我说的是就就就就就应该知道我在说那个说什么了 那但是你这个就这几样东西你这么天天吃顿顿吃 在外面你看早上吃一顿中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 一天三顿 一顿五六块 哎呀 这就 三六十八了 就二十块钱了 二十块钱的话一个月在外面跑的话 最少得二十多天这一下子的话四五百块钱甚至五六百块钱 就放在吃饭上面就就就那个了 你看以前之前我在长岛自己做的话一个礼拜也就也就五六十 差不多一个月也就两三百块钱 这样的话我在外面吃的话虽然省时间了 但是但是五六百块钱我我还是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我如果生意好的话 我就这个时间是省出来也无所谓 就是说多多花这个多花这个五六百块钱 如果能赚回来的话也无所谓 如果你看你看那个那个小弟小弟他一个礼拜赚一千一千三百一千四 然后他一天吃饭得吃五十 五十的话算他工作二十天工作二十天的话就将近也将五十二五一一千块钱啊 这就不少了一千块钱是不是啊 吃饭光一千块钱油钱还没算呢 油钱现在涨了一天也得一个二三十 两天二三十这样的话差不多一个月也将近四五百块钱 是吧 加上那个如果有车贷的话是吧保险加一块 是动还没动的话就两千五就出去了 两千五就出去了 你看如果你没有赚到五千块钱的话你根本就涨不下钱啊 你挣个三千四千的话哪里涨得下钱啊是不是啊 哎呀 确确实 但是一千四他如果是每个礼拜都能赚一千四的话 我看一下啊 每个礼拜赚一千四的话 乘以四五千六差不多五千六 五千六的话有一半开支用来一时柱形的话 嗯 我觉得还ok 我觉得还ok 差不多一时柱形能占一半 五能能占到两千五到两千八 然后剩下两千五到两千八能够攒下来的话 这个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做的 还是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说 哎呀 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没有没有没有赚到这个这个钱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是蛮亏的 我尝试一下吧尝试一下吧 因为之前我住新鲜草原的时候 我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外面吃 我那时候也吃了将近大半年了 你知道吧 天天吃那个汉堡王 汉堡王两个 六块钱两个那种 哎呦 我这个天呐 天天吃的我都 每天打嗝都是那种 那种汉 那个汉堡格的味道 妈的 我都快吃吐了 嗯 我先看现在不停的给我单子啊 但是给的都是那些 都是办公楼的那些 我都不愿去 嗯 办公楼的很难送 你知道吗 反正我不送 谁爱送谁送 反正总有人送 反正这个世界上 反正并不是离开你就就就就就世界不转了 是吧 就就像我搬家似的 我看现在几分钟了 16分钟了 16分钟了 看还有几分钟到 还有22分钟到 就跟我搬家似的 我搬家 因为昨天我 我也是在这几个区域打转转 但是单子都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所以说这个生意好坏啊 他哪个地区的生意好坏 都是固定的 啊 不是不是说你你搬在 你搬到长岛就好一点 你搬你你那个搬回法拉盛 就就就就就差一点不是的 该差的还还是差 这个区域你你从法拉盛过来 你在这边坐的话 嗯 这生意还是不还是很差劲 这个路还是很难走 还是还是那个 还是非常的非常的难 所以说还是要固定几片区域 还是到我以前做的那个区域啊 这样的话 你比较熟悉一点 稍微会好会好那么一点点吧 啊 行了我今天就录这两三个视频了 这是第二个视频 我现在暂停我们在那个 那个 你去多吗 我现在就去的 你去多吗 我现在说 那可以 没有 你走 你走